嗨 现在是听到的是 报道有意思 我是莱金贤 我们听到打鼓 第一是 年轻的打鼓 为孩子开始 年轻的 他是充满了力量 然后那个tempo很强 不过今天要给大家讨问 赵伟俊老师 他专门比较四大人打鼓 而且打的是非洲鼓 来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刚我和赵老师在聊天 说第一 什么是非洲鼓 是什么特色 刚才要教四大人 这个会不会有点困难度 可是老师把它讲得很简单 我都很想去学了 第一 非洲鼓是什么 我们如果有印象过非洲鼓 你可以知道非洲鼓很疫情 做热情 而且快乐 大家都很快乐 你看非洲有非洲人在打鼓 他没那么看破 也不知道 但他听到什么 大家都在打 所以洋溢溢出来的感觉就是 很欢乐 很快乐 然后很有能量 而且是群体的活动 很多人 很多人都会怕 老师你说 非洲鼓 他没破 没破要怎么打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你看有非洲人 不要看破 但他们都会怕 要怎么怕 他们会听声 听什么声 比如说 有一个嘟嘟打 嘟嘟打 他就开始模仿那个声音 然后在鼓上打出声音来 比如说我现在跟老人也是同样 我也是 我给他一句话 还是一个声 他就在跟我同样 要模仿我的声 比如说我来说 每天我都很快乐 他只要叫我讲的 为这个tempo 在你的声音上先打 打哟了 他在鼓上就一定会打 所以我们不用经过看破 不要看破 都没关系 你只要可以讲话 可以念 你要念出来 你的舌头就会启动 你的大脑就会打 老师你是怎么发现 就说这个富足国 跟我们的士大人 也可以配合得很好 因为我自己也有士大人 我有一个机缘 我有去五股老人公寓 到老人院 给他们分享我的心得 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要怎么 带一个比较好的运动 让老大人可以欢迎 还可以健身 那时候我其实打富足国 已经打了一段时间 我打了很多国 包括骨棒 用骨棒打的泰骨 用爵士骨 都有 我发现 富足国对我们的 胜口的应用最好 胜口也有影响吗 不是觉得打国心情好吗 不是 你看我们打国时 用手 用手 我们手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穴道 我们在打的时候 就在刺激 刺激这些穴道 在刺激这些穴道时 你的胜口就开始有欢迎 这反射动作就是一个反应 无形中像在按摩你的穴道 对 而且刺激的这个穴道 我们现在手掌上 起码有一百个穴道 一百个穴道不同的部位 我们打过时就会刺激这些部位 刺激这些部位时 我们的胜口的内脏 五脏六腑都会刺激到 神经的刺激到 我们的穴点的刺激到 再来就是他的胜 肥手骨的胜 会震动我们的五脏六腑 因为他的胜是最主人的胜 因为是他的肥手骨是怎么做的 就是一张大手去把它搂 搂中空 中空搂出来 然后上面摆一个腰皮 腰皮 腰皮你现在打的时候 那个胜的共鸣 它是较属于中低音的共鸣 尤其在打的时候 过去的时候 是放在你的腿 什么腿中 你脚要跪 你的大腿要为这个骨 要稍微夹着 现在稍微夹着 你刚才打的时候 刚才你的胜 对我们的土宅 震动 你刚才震动的时候 我们的 辛苦有百分之七十的水分 所以我们如果做一个实验 就是说我们做一个脸盆 里面增水 你现在在股 在打的时候 把它放在旁边 你会发现到水上面的波纹 还是有点水的铃铛 对 我们正在打的时候 我们的胜骨 跟我们的胜骨 这么近 这么近的时候 你的胜就在震动 我们的胜骨 所有的血液 跟五脏六腑 所以这现在震动的时候 得让我们的身体 产生很多脉动 脉动的时候 你的血液流量 就会比较快 你现在打电刷 打五分钟十分钟 你的手开始昂 你开始 那个呼吸 也开始 好像有氧运动 你开始辛苦都收起来 这是最好最好的 这个运动 这是我 我觉得时间很久 我来想说 这最好是我们的老大人 我们的饮法族 哈哈哈哈 我感觉赵老师很用心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想说 是大人有饮饭 通常第一 可能第一要克服的 要记得破 或是要了解基本的乐理 再来就是 你会有手的灵巧度 不过你如果说 咕就咕 去我前面就先 请到赵老师说 老师 你这个国家不用鼓棒 他说不用 你看 非洲人不是跟两支手这样 结果你透过手枕头打鼓 你整身区都有一个循环 也会比较近 对 所以老师 你现在有多少 这个达四大人厚生 我四大人厚生 现在四五十个有 因为我们在老人公寓 公寓就差不多二十个 我们在社区大学 也是差不多二十几个 还有其他的所在 有时我会去长青光怀站 老人的日照中心 有时我会去帮他们打鼓 去表演就对了 有 表演也是有 主要是帮他们来 作为来生过 我开始学 像我教一个是大人 因为没记错嘛 到基本上 我可以一个人独立 拍一个曲子 这样 这样差不多要多久 在我的课程里面 因为我也有修很多音乐教育 教育的方式 对我来说 我是我的专长 教育的方式 对 要怎么教 要来教会笑 要让他很欢迎来学 这是我的 这也是我的主修里面的音乐教育 这很重要 老师讲 教不欢迎就不会来学 没结果 对 走起了 所以我本身 本身也是表演者 但本身我也是一个教育的老师 因为我有修复的很多教育的方法 我会想说 要怎么让这些老大人 这些学生的 可以学很快 比较快学 还真是欢迎 还有成就感 都学会这样 所以我说 很多学期里面 就是打击乐 这个过的部分 你不需要有基础 不需要看破 不需要说学理 都完全不练 你只要教外红环去打 第一个课 我可以让他打 过来的节奏 你说要表演 当然可能要 两三个月 三四个月 一生 不过 你如果说要感受 打过的乐趣 第一个课 你只要教外红环 把我念 对我念 对我打 像打成功 成功打一打 你的手已经开始在收 你的手已经开始熟悉 这些节奏 他现在 打过 就水也要打 不过 因为老师 你说的是大人 像你又说老人公寓 说有一个 75岁的医生 当然老人家 把手看得不上 有的肩膀 比较重 你怎么让他 一开始能够 慢慢进入这个状况 一般来说 我在教的老人 因为他们最少年 75岁 最多岁 90几岁 80几岁 降三分之一以上 我在教的时候 我们是坐一个 圆圈 我就站起来 一个到他们面前 我先打成功 我先打成功 我就是先打成功 让他的身体 先柔软 先柔软他的身体 然后呢 让他的手 在他放在里面 然后怕我说的那句话 比如说 我第一句 第一句话 感应就是 每天我都很快乐 每天我都很快乐 那是怎么要跟大家说 每天我都很快乐 这一组两个含义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这是 我设计这个节奏 我要他打一个节奏 你要这个节奏 你如果没有一个字句 它会记不住 它拍的速度 会跟我们不同 所以我先给他 一段辛苦 每天我都很快乐 第二个作用就是 我们两个 有靠能量的字句 每天我都很快乐 你就是在自我催眠 你就是跟自己说 我每天都很快乐 所以 当他可以念 可以让身体上 拍的时候 他可以过里面 拍的时候 他就能吃起来 速度就一样 第二 我要让他的舌头 叮咚 老大人 你看那些老人 老人都不在乎 不在乎 不在乎 他的舌头 不叮咚的时候 就是他的脑力就开始衰退了 对对对 所以你要让他说 你要让他发出声音来 所以我就会强迫他说 你现在拍过 一定要念 你念的时候 你的气候 你的大脑 然后你现在念的速度 跟我一样 那时我们都会拍很多 第三个就是说 你现在每天都在念 每天我都很快乐 的时候 就是 你就很快乐 也在跟自己说 也在跟自己说 我都要快乐 我可以说 每天我都很愚蠢 我要给他一个很正向的字眼 正能量 对 然后拍过的时候 还把他顾一下 咬下去的时候 哇 那个能量更强 我们现在很丰盲的 在我们 博多的意思是 赵伟俊 赵老师 他自己有一个 JC 非洲银法骨团 谁说 这些以前都 不要为 尹法银和骨 又是 非洲骨 连在一起 因为我跟那风马牛 不相及 哈哈哈哈 我跟他打得很软 我跟我走老师这样说 他自己本身也打一个骨来 而且他在拍摄 你有觉得 那个过程的设计 针对世大人 是要很用心的 不过我老师 继续又在请教 他说 他这样说 他不是说 不好 你是线人挑 你有太过 就是一个 较好入门 对 他学后 你刚才也说 因为较好入门 有成就感 你又跟我特别说 那身体也会好起来 因为我们现在说到 现在是说 精神的好起来 心情的好起来 身体也会好起来 我说 我们手上有很多穴道 我们在拍的时候 按摩穴道 按摩穴道 我们不是好像起来起去 起来的手 这样不够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说身心灵上面 身 身体的身 我们在拍的时候 气给穴道 穴道 得到刺激 得到的热量 得到的按摩 我们会气给我们 整个身体的五脏六腑 心的部分 我们的心 身心的心 我们要念这个 每天我都很快乐 我们的心情会好 还不是只有一个人 我们比如说二十个 这会来拍过的时候 大家都在念 都在拍 就会越来越好 但是第三个 身心灵的部分 因为我在教他们拍过的时候 不是从头到尾都一直拍 一直拍 我们拍一个 三十个 我们会静下来 我们静下来之后 我要让他们 第一个是调息 第二个呢 是让他们的这个 身心灵的灵 可以得到一个 安静的一个 沉淀的进化 因为我们在调 我们粗粗看这个调 感情没有感到什么 不过 你看那个声 这个声 可以把我们的身体 五脏六腑 跟细胞 重新活化 比如说 可以把我们身体 一些比较不好的气 把它震掉了 我们在拍过的时候 我还会教他们 滑 还滑 譬如说 我会叫他喊 不是只有 念字句而已 我在某些地方 我会拿他 这种 这种的 胸口的方式 就是要靠他 带来他 蓬发的气 把他撒出去 我们现在 呼吸 我们会跟他们说 你爱记得呼吸 因为我们在拍之前 有时候 那些嘴都 都合起来 对 你真心 放在拍过 放在跳 对 所以我就说 我们现在黏这句 黏这句 现在拍一拍的 我说 对一个高点的时候 请你 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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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吓 我会让他吓出来 这样子 他的身心 就会得到一个 我们说的一个沉淀 跟进化 进化 所以他每一个人 打鼓完之后 大部分都一个感觉 很舒服 很舒畅 整成功都收起来 第三年 我 我给他拍摔的时候 大家都安静 差不多一分钟 让他慢慢沉淀下来 所以老师 你教的核心 像说 你会教十几年了 你觉得有人跟你说 我有这个非洲族 通常老人家 这也是一个生活的改变 有什么改变 这些老人 他们教我们这些团队 这会儿拍 他们从开始 没想到公园 到 互相做公园 现在公园 就是强迫他讲 然后 我就跟你说 你们回去也没过的人 要怎么练习 对 什么时候都可以练过 你在担公车 在担捷运 你就可以担你的生活 生活上面 你就拍 每天我都很快乐 你就可以开始练过了 你也可以稍微拍自己的生活 因为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国 是一个主人天然的国 你拍不一样的部位 就是有不一样的生意 你现在随时你的国 就是在你的生活上 你就随时可以爬 随时可以联系 所以你经过这样的联系 你其实不用花很多时间 要回去联过 而且你的改变就是 你随时这个国的古典 跟我们讲的改变这些字句 每天我都很快乐 他就慢慢的就已经进到 他的脑海里面 第二就是我们去表演 我们去表演的时候 得到掌声 他这老人就好像很有自信 我们去参加 阿公阿嬷活力秀比赛 两个月前我们去参加 我带那个老人公园去比赛 我们的所有三十堆里面 我们的一堆年费最多 还有中风的长者 中风也可以练吗 对 中风也可以 中风来练更好 因为他可以继续 虽然他的手会比较僵硬 但他刚刚这会把他慢慢地柔软 吴行中因为他要对这个鼓子 还是说你带他这个好 这个tempo 他要去 也集中复健 对 我待会告诉他 你不能说 每一个鼓子 一定都要跟我同样 因为中风 他的手会不方便 你就开始结束的时候 那两个鼓子 把我拍到就好了 有跟上就好 对 因为我们是听转体 不是只有听你一个人solo 所以你欢喜 跟我们周围拍欢喜 现在我们刚才带人去比赛 30队里面 我们得第二名 所以阿公阿嬷是很欢喜的 因为我们看所有其他队 比我们一队比较少年 我们这队是最老的 还有中风 还有坐轮椅 还有带拐杖 慢慢走下去 坐下去爬 还说爬得真正多 所以现在阿公阿嬷 他爬完这有自信 说越爬越欢喜 那时代又会刮木相抗 说我怎么这么厉害 所以这变化很多 大家互相的鼓励 这是我可以让大人变作主角 不然后来人生到后来 像是因为孙子去看小孩的表演和孙子的表演 都没有回过头来说阿公阿嬷也要表演 我们做个表演都是 在时代来看阿公阿嬷表演 这是金波港 确实是今天很趣 老师你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就是说阿公阿嬷 一开始 有什么样的曲目 一般来说 我现在是这样 我的生活教育的节奏 这节奏比如说 我让人一句第一个节奏我最改 就是每天我都很快乐 每天我都很快乐 我就想让他们的腿和肚子 肚子和大腿 对 因为我们这 譬如说我现在拍 每天我都很快乐 你看我每一拍我的大腿 每天我都很快乐 我在拍我的肚子 你看我小腹下方 这个地方 丹田的地方 我们的大厂小厂在这 我们在拍的时间就在震动 我们的大厂小厂 在按摩我们的大厂小厂 我现在让他们想 生活上拍 每天我都很快乐 每天我都很快乐 现在拍的什么 拍的大家都不错 我会加第二个节奏 第二个节奏 我肯定比如说是 欢迎你朋友 欢迎你朋友 我现在加的所有粘在生活拍的节奏 就是将来我们要拍你 过的地方 但他们都可以把这些 的tempo都抓得很准 也能念出来的时候 我会开始教他们拍过 教他们拍过 把刚才那个部位的声 的位置就把它控出来 现在拍的时候我就 每天我都很快乐 每天我都很快乐 现在大家周围的人都跟我一样 大家念的速度都一样 大家拍的位置也一样 20个人只会拍 这声音是很震撼的 所以自己也会让自己的声感动 现在在念 我说你现在拍过的时候 也要重复 要念哦 所以他们都很拼心 每天我都很快乐 每天我都很快乐 但一个节奏 怕很好的时候 我们就会慢慢加快 现在第一个节奏进来 我们就分布 就一直在分布来拍 又分布哦 这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震动 变化越来越多 所以这怕说 像我们在网路上 YouTube 有很多样的表演的影片 你人家看 老大人也可以拍到这样 这些退休的人 打得不输年轻人 所以说今天 如果我们是受听 我们的报道有意思 去看我们的网路连结 就会看到 老师 我觉得赵老师 当然你说 打过很简单 不过最重要的是 去用心给他 变得更简单 让大人 不要一开始就觉得 好难哦 慢慢去引导他 这是最不简单的部分 这也是我很差别的部分 我最想要把 好的东西给大家分享 好 我们今天感谢 时间过来 我们感谢 这个赵伟俊老师 谢谢我们好问 谢谢你 谢谢 主持人 谢谢